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来说一说数据安全 前不久数据安全管理办法正式发布 其中就明确规定 网络运营商应当提供一项功能 用户永全停止接收定向推送信息 一旦停止 这运营商就应该立即执行 并且删除已经收集的个人信息 设备识别码等用户的数据 估计大家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 刚刚在某购物APP上搜索了一下衬衫 结果几天后下载一个聊天软件 被衬衫广告就反复的罢评 刚刚和妈妈在网上讨论了宝宝抓粥的事 说想买一个印尼 然后你再打开购物APP 立马弹出印尼的购买链接 前后也就那么几秒钟 你不得不让人感叹 如此精准的广告推送还真是有点吓人 可能就有人好奇 明明我用的是这个APP 那为啥另一个APP也知道我要干啥 能精准发广告呢 业内人士就解释 当用户使用APP时 平台会根据用户的浏览偏好 形成一个特定标签 而这些标签和你手机的设备识别码 是相对应的 然后当用户开启另一个APP时 它就会通过识别码来调取相应的标签信息 这样呢 它就可以跨平台精准推送广告 之前相关部门曾出台 互联网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指南 其中就提到 互联网公司向用户个性化推送新闻广告 可以事先不禁用户明确授权 但要确保用户有反对权有拒绝的权利 但实际上用户说不的权利 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 那大部分APP很难找到关闭的按钮 即便可以操作那个关闭按钮啊 也藏啊 藏在多个复杂步骤的后边 很不方便 现在好了 相关部门发布了安全管理办法 明确要求运营商 你必须要提供停止接收的功能 并且要及时删除已经接收的信息 那就改在用户啊 吃了一颗定心丸 事实上很多互联网企业 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何平衡挖掘数据价值 和保护用户的隐私 这之间的关系 在收集有效数据的同时 你就应该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来保护用户的隐私安全 这样呢 才有利于大数据市场的健康发展 数据信息得安全说话 好 接着来说 在学校门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 家长第一个动作 赶紧把孩子的书包啊 接过来 跨在自己的肩上 为啥呢 因为现在孩子的书包啊 太重了 节目九 有记者随机选择了八所小学 分别给一年级到五年级的书包啊 来称一下这个体重 结果发现 这些书包平均都重十斤 最重的书包十六斤 第一年级的孩子 本来个子就小 背着了一个硕大的书包 那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啊 有家长就说了 以前咱们哪都是蹦蹦跳跳 去上学 现在孩子啊 你背这么重的书包 哪里蹦跌得起来呢 那为啥现在这小学生的书包 越来越重呢 记者调查就发现 很多学生因为担心 忘了带书本啊 作业啊 所以干脆把所有课程 所有的书都放到书包里 以防止遗漏 如果碰到美术啊 音乐啊 这些个课程 你还得另外带水彩笔 乐器 那真是 左手一个带 右手一个兜 身上还背着个胖书包 有医生就说了 学生背着太重的书包 影响身体发育 因为孩子的腰背啊 他的力量比较弱 脊柱的稳定性又差 要背沉重的书包 他们的身体呢 得往前倾 长期如此啊 就会引起肩颈背疼痛啊 甚至会遭人脊柱 脊型无法逆转 所以为孩子书包减负 就很有必要 有专家表示 在这方面 学校应该充分地发挥作用 比如利用学校的储物柜 将工具书啊 复刻教材啊 放在柜子里 来减轻书包的重量 另外可以尝试着 开展教材重复使用 这样教材呢 可以集中放在学校 不需要孩子 把这个书啊 每天背来背去 另外适当允许孩子 使用拉杆书包 来解放这个兼背 家长呢 也要注意培养孩子 整理书包的能力 这样啊 孩子才能像歌唱的那样 开开心心地 背着书包去学校 欢迎回来 前面就有人在网上吐槽 说自己啊 被卖这个烤虾的呢 给骗了 怎么回事呢 原来啊 这姑娘用手机刷短视频 被上面淳朴的大妈呀 红彤彤的烤虾呀 给吸引了 忍不住就下单 填完个人信息后呢 并没有出现付款的业码 而是直接收到了短信提醒 您购买的产品 即将发货 货到付款 哎呀 姑娘啊 本来是满心期待 谁知道呢 第二天收到货了 发现呢 跟视频上的诱人的口下 那差得也太远了 那是一代飘着刺笔腥味 包装极其简陋 味道奇差的三无产品 之后呢 姑娘就去维权 那真是相当的坎坷啊 她发现 除了那条即将发货的短信通知外 视频平台上没有订单 没有付款记录 接着呢 她来搜索卖家的信息 发现 店铺注册地在广州 销售商在江苏连云港 而发货地呢 又在江苏的肃签 哎呀 这个姑娘就说了 我想退货 都不知道该找谁 事实上 她这个遭遇呢 恰恰反映出 目前二类电商的监管问题 主流的电商平台 比如那些我们熟悉的业内大佬 都属于一类电商 而在信息类APP 短视频APP等平台上 依靠流量广告 做单品销售的商家 应该叫二类电商 他们这个交易方式 分这个线上和线下两种 大多呢 采用的是货道付款 对二类电商来说 只要有流量 什么都可以卖呀 业内人士表示 这种电商模式 曾被称为是闷声赚大钱 经常会出现一个广告 带来上千万的收入 你比如 新闻类信息类APP 以前呢 经常在页面上 推送这个商品广告 这些商品是独立的 其他平台呀 没有 于是呢 商家充分利用 价格信息 不对称这个优势啊 再配上惊人的流量 来进行销售 大多呢 是耗完一波 用户呢 他就走人啊 几乎没有回头客 后来 随着用户 对这一类商品的兴趣降低 那信息类APP 就减少了 这一类广告的推送 如今 短视频 这个平台火爆 又为二类电商 带来了新的红利 商家 只需要在平台上 发这个小视频 随时给用户呢 安利产品 靠着强大流量 他就不愁啊 没有客户上门 二类电商 带货能力强大 随着而来的监管问题 是不能轻视 非知名商品 无电商平台依托 无线上支付保障 这些呢 都是二类电商存在的问题 就导致啊 消费者很容易上当受骗 事实上 对于这个二类电商的资质审查 有一些规定 你比如服饰 鞋包等等商品 需要有质检证明 食品呢 要有生产许可证 以及流通许可证 也就是说 质量 卫生 安全 那都是最基本的要求 要我说 二类电商通过短视频等平台 迎来新商机 无可厚非 但得要遵守最基本的规矩 这才是经商的不二法门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南独周刊文章标题 为什么无论怎么睡 白天还是那么困 不认识青春旺盛的学生 还是不如社会的忙碌上班族 都啊逃不过一种痛 那就是睡不醒 不是有那么一句俗语吗 叫春困下伐 秋打盹 睡不醒的冬三月 感觉人生啊 一年到头都没有清醒的时候 您瞧瞧 明明晚上是好好睡觉 白天呢 依旧还是困得不省人士 这简直呢 就是当代的未解之谜 好 在最近 国外科学家的研究啊 有了新的发现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困扰人们的倦怠感呢 首先是睡眠时间不足 有专业研究表明啊 这个 陈建仁呢 至少每晚要睡够七小时 才能够保持健康 这个数字呢 不是空穴来风 几十名睡眠研究学会的专家 人家花了一年的时间 筛查了五千项相关的研究 结果发现呢 七小时睡眠时间 少一点都不行 哪怕你睡六个多小时 都不足以维持 陈年人的身体健康 它不仅会让人感到困乏 还会加剧一些个风险 你比如体重增加 糖尿病 心脏疾病等等 而且呢 好的睡眠呢 可以多多益善 还会因人而异 你像有的人 他能睡十个小时 千万别觉得有负罪感 因为你的生物中就是这样 你比如脱口秀演员李淡 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他每天必须要睡够十二个小时 要不然呢 肯定会觉得人间不值得 除了睡眠时间以外 生活习惯也很重要 很多生活中不起眼的小习惯 都是造成白天困倦的元凶 比如久坐 对于上班族来说 常常电脑前一坐呀 那就是一天 这运动时间呢 就严重不够 但科学家发现 在睡眠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有运动习惯的人 他的睡眠的质量啊 更高 还有 咖啡呀 酒精啊 也是幕后黑手 因为咖啡会抑制 人体腺肝的作用 而腺肝呢 正是让人产生困意的物质 这种肝老作用 可以持续六小时 所以呢 借咖啡 得从下午就开始 而不要等到晚餐的时候 而酒精就更不用多说了 虽然喝点小酒 而也能够快速地入睡 但它会让你减少高质量熟睡的时间 导致睡眠质量下降 所以啊 歌里唱的什么 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那呀 不太健康 那么不喝美酒咖啡 到底喝什么呢 喝水啊 多喝热水真的不是开玩笑啊 所以啊 身体是一架精密的仪器 还真得好好呵护 一句话 多睡觉 多走一走 少喝咖啡 少喝酒 睡神跟你 才是朋友 好 接下来进入到另外一个板块 杂志图片 车上突然飞来一只麻雀来照镜子 车主不然打扰他的爱美之心 就站在车外等 结果呢 足足等了二十分钟 这小家伙呀 才心满意足地离开 如此臭美的小动物 也是引发大火的讨论 有人调侃说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 而是缺了一面镜子 安徽某高校食堂 推出了一款黑暗料理 就蚂蚁蒸鸡蛋 有不少胆大的学生 跑去尝鲜 纷纷表示味道不错 有鸡蛋味 还嘎嘣脆 话说现在这个高校食堂 真的是拼了 经常推出一些不少奇特食物 有变形大黄鸭 有火龙果蛋汤 还有石榴豆角 甚至有泡椒芒果 尤其是这一道油炸甘蔗 那是生德食堂菜的精髓 两个字 硬核 艺术家用纸盒 制造一个复杂的立体世界 走进这个世界 仿佛是在俯瞰一座城市 又像走进到电影《盗梦空间》 纸盒世界 有人说 这就像动漫人物张小和说的 世界就是一个盒子 接着来说 有一部小说叫 《听说我很穷》 里边的主人公叫于年 他为了把祖先的古董拍卖回来 就进入娱乐圈去挣钱 他用十来年的时间赚到了两个亿 最终买回了祖先的古董 这是小说 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 也有一位像于年这样的人 咱们来看看图片 这名男子呢 就是现实版的于年 他叫图胜勇 来自湖北襄阳 和于年不同的是 他没有进入到娱乐圈打拼 而是进入到商业圈 2008年 他来到一家农户的菜园里 发现围墙上面呢 有一些画像砖 他很喜欢就买了下来 经专家鉴定 不得了啊 这是南北朝留下来的文物 很有历史价值 这件事呢 就激发了他对历史文物的兴趣 打那以后呢 他就开始到处参观文物展览 有一次啊 他看到咱们国家的很多文物啊 流落到国外一些长家的手里 那心里就不舒服啊 于是呢 他就蒙发了回购流失文物的想法 后来图圣勇一边扩大生意赚钱 一边呢 到各种拍卖会 在购买这个流失的文物 他用十一年的时间赚到了两亿多 然后呢 用这两亿多买回了三千多件流失的文物 这些文物啊 涉及到多个门类 有青铜器 玉器 陶器 石器 书画 等等 这时间跨度呢 也是从石器时代一直跨到近现代 随着他手中的文物越来越多 这图圣勇呢 又蒙生一个想法 那叫建造一个博物馆 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来参观 前不久 他在武汉建成了一座博物馆 吸引到不少人 很快 他这个故事啊 就在网上传播开来 迎来一篇点赞 有人说 他保护文物的方式很大气 很硬核 让人敬佩 图圣勇说呀 他这个贡献呢 微不足道 今后呢 他还继续努力 让更多的流失文物 能够回下 努力赚钱 购买流失文物 要我说 这种精神 真值得流传 好 欢迎回来 最近中南大学 有一门选修课火了 什么课呢 柯南课 你没有听错 就是名侦探柯南 那个柯南 不过呢 这课呀 讲的可不是什么破案 而是呢 化学探秘 咱们先来认识一下 这个开课的老师 就图片上这位 他叫徐海 徐教授啊 在读书的时候呢 他也特别喜欢看这个 名侦探柯南 他反反复复都看了十几遍咯 诶 博士毕业后 他来到中南大学啊 来教这个化学 要知道啊 化学啊 那是一门比较枯燥的学科啊 很多同学呢 都不见得喜欢 为了吸引同学 徐教授就尝试啊 把自己喜欢的这个柯南 引入到这个化学课堂 因为柯南呢 在破案的过程中 使用到不少化学物品啊 这就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于是呢 每次上课 他都先放一段这个动画片 然后呢 再以这个片中的化学物品 作为一个影子 来讲解相关的化学知识 哎呀 这个尝试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听课的同学 明显增加了不少 后来徐教授还进一步 不但放这个动画片 他还让同学啊 干脆角色扮演 把柯南破案的过程 给他演一遍 同时呢 还要求同学啊 你自己得想办法 来解密这案件 背后的化学知识 这么一来啊 整个课程就变得更有趣了 每次上课 这个教室里挤满了人 甚至呢 有其他学校的同学 跑来旁听 再后来 徐教授干脆把这课的名字 就改为叫柯南课 课程结束的时候 他还给成绩合格的同学 颁发了一个柯南证书 化学课 变身为柯南课 这脑洞开得真够大啊 事实上 像这样有创意的大学的课程呢 还不少 你比如中山大学 他有一门课 叫哈利波特与遗传学 上课的时候 老师一边放这个电影 哈利波特 一边呢 以电影里的各种生物啊 作为样本 给同学来讲解 遗传学的知识 另外还有 厦门大学 有一门很魔幻的课 就老师通过各种 魔幻小说呀 电影啊 来给同学讲解 政治经济学 您瞧瞧 高大上的遗传学 政治经济学 都被带进到魔幻世界 这还真是 不封魔 不成活呀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美鼻神器 又高又挺的鼻梁啊 是不少爱眉人士 他梦寐以求的 但龙鼻手术又有风险 又让人呢 望而却步 巧准商机的商人 就发明了各种各样的 美鼻神器 有的呢 放进鼻腔内 号称可以秒变小翘鼻 有的呢 在体外使用号称 可以把这个鼻梁 给它夹高来 那么这些美鼻神器 真的有用吗 最近啊 有医生就出来科普了 说现在这些个 网红美鼻神器啊 其实啊 都存在安全隐患 健康隐患 你比如 放置在鼻腔内部的 美鼻神器 这种产品 单纯就是往鼻子里 塞的东西啊 没有什么改变鼻形的作用 而且呢 塑料异物 很容易引发 你这个鼻黏膜啊 发炎 感染 另外 鼻软骨是非常柔软的啊 你这个操作过程当中 如果伤到了鼻软骨 甚至都有可能 导致你这个鼻子啊 塌陷啊 另外还有啊 从鼻尖到嘴唇两边之间 在临床医学上 它叫危险三角区 这个地方啊 如果发生感染 很容易引起脑膜炎 等等病症 刚刚我们说的是 放到鼻腔内部的 前段时间 海里无形过一阵子 在鼻子外面的啊 号称可以夹 夹出高鼻梁 专家就说了 这一类的美鼻器啊 虽然不会造成 鼻腔内部的感染 但也有另外的隐患 你像有鼻子 爱出油的人 使用这样的美鼻器呢 不到一个月 就因为鼻子血液循环不佳 会导致毛嚷眼 更可怕的是啊 危险三角区的静脉 没有静脉痘啊 当面部发生炎症啊 或者是感染的时候 你用这个美鼻夹 夹住鼻子 就会阻断静脉回流 静脉血呢 可能会逆流 将面部炎症 传染到这个奴类啊 引发严重的并发症 由此可见 市面上流行的美鼻神器 非但不能增高鼻子 还有可能引发其他的伤害 美鼻神器流行 有人就建议 相关监管部门 得行动起来 别让美鼻 变成卑鄙的牟利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来介绍瑞茨 提灯天使 咱们都知道 南丁格尔 因为提着小油灯 探望病人 被称为是提灯天使 最近 在大连一家医院 也出现了一群提灯天使 这些天使所在的病房 有点特殊 是精神内科病房 患者特别怕受到干扰啊 所以呢 到了晚上 走廊里的灯 都是关闭的 黑漆漆的一片 然后呢 一般护士 至少每两个小时 要查一次病房 他们一般都摸黑查房 患者呢 也要摸黑 寻找护士 双方都不方便 为了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有一位护士呢 就受南丁格尔的启发 就发明了这么一种 小夜灯 这夜班护士 查房的时候啊 就可以提着这个灯啊 来照录 如果护士 进入到病房 要照顾病人 就把这个灯呢 挂在病房的门把上 这样呢 其他有需要的患者 就可以循着灯光 很快找到这护士 另外 这种夜灯的灯光 非常的柔和 比较弱啊 能够帮助患者呢 稳定情绪 也有助于他们的睡眠 有患者就说了 每天晚上 看到护士提着灯啊 出现在黑暗的走廊里 心里呢 就特别温暖 特别踏实 提灯天使 要我说 他们就是患者的 一颗定心丸呢 好 接着来说 前不久 长春国际马拉松开跑 赛场上呢 有一位老人 引发人们的关注 就图片上的 这一位老人 您瞧啊 他穿着一件花棉袄 格外醒目 人们就好奇 那为什么要穿这个呢 在得知真相后 大伙呀 都被老人感动了 老人穿的花棉袄 其实啊 是他老伴的啊 因为家里条件 不怎么好 他的老伴呢 一直都不舍得 买新棉袄 然后呢 就穿着这么一件棉袄 穿了三十多年 说起老伴 这老人是满脸的幸福 他特别喜欢跑步 经常到外边 去参加一些跑步的比赛 在周围人看来啊 这个爱好啊 都有点不务正业 但老伴呢 一直理解 一直支持他 1988年 老人想出钱给家乡 也办一场跑步比赛 当时家里都已经欠了 七百多块钱的外债 你办比赛啊 还得要再借三百块钱 这压力可不小啊 当时啊 然而呢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老伴不但没有阻止他 还全力来支持他 最终 比赛办得很成功 老人也因此呢 成了当地跑步的名人呢 老人一直很庆幸啊 娶了这么一个 善解人意的媳妇 几年前 这老伴得了癌症 临终前呢 老伴说呀 你那么爱跑步 就放开了 到全国各地去跑吧 这老伴走后啊 老人就开始跑马拉松 为了老伴 也能感受到 这马拉松的热闹 说每一次比赛呢 他都穿着老伴 这件老花棉袄 在花棉袄的陪伴下 老人还拿下了 很多奖牌啊 老人说 接下来呢 他要穿着老伴的花棉袄 把没有跑过的城市呢 争取都跑一遍 直到跑不动为止啊 穿着花棉袄 跑马拉松 要我说 这就是一场永不分离的 爱情的长跑 好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夏天到了 为了让学校给宿舍装空调 咱的学生啊 那是绞尽脑汁啊 说河南一高校的学生 别说新才 写了一首诗啊 投给学校院长信箱 求装空调 居然就得到校长的回复 也回了一首词啊 我们来看看 这就是同学 给校长写的姓 标题呢 开门建山 名字就叫江城子 求装空调 这个是这么写的啊 叫何知学子 奈热强 敬请室商拿房 千亩校园 何处可乘凉 料得今年下更长 装空调 李院长 怎么样 是不是又啃气 还有带着幽默 而校长啊 也很诙谐 不但承诺要解决问题 还回了一首啊 是这么写的 眼见学子受酷热 李院长心里慌 为防酷俗 多方奔走忙 料想将来非梦想 同学们多体谅 哎呀 这可爱的李院长就说了 他很欣赏 同学这样的表达方式 为了拉近诗声的距离 所以呢 也用这个方式来回复 并且啊 这诗呢 也回答了空调安装的一些问题 你比如 其实学校空调 在去年就安装完毕 但因为宿舍啊 这个线路啊 老化需要改造 还有啊 学校用电负荷太大 需要完善 所以呢 一直在努力 估计很快 学生就能吹上空调了 话说现如今 高校的人性化举措 越来越受到关注 你看啊 前有下大放游 经有高校老师写诗装空调 有人就调侃说呀 现如今的校园啊 越来越充满田园木格般的 诗意关怀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杂志天下 感谢收看 读杂志关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接着说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报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